就是一百个字 那根性列的 老师每天叫你念五行 五行要念到能背诵 念多久能背诵才算数呢 不能超过十遍 超过十遍以上呢 就太吃力了 就是十遍能够背得下来 比如说一般这个比较是根性列一顿的 一百个字他念十遍就能够背得下来 这就可以叫了 中上根性的时候能够三百到五百字 十遍也能背下来 上上根性的人呢 大概七百字的时候 他十遍都可以背下来 叫他背诵 如果十遍背不下来的 这个次数减少 减少到他十遍能够背得下来 以这个为标准 背下来之后 老师再读处他 要背一百遍 背两百遍 更新力的人 聪明的人 读处他背一百遍 更新差一点的人 叫他念两百遍 到第二天呢 先把前面教的背一遍之后 然后再教新的这个经文 这个是同盟教学用这个方法 天天叫他朗诵 叫他熟记 目的在哪里呢 目的是把他的妄想打掉 你看这个方法妙诀了 使他心底纯正了 把古圣先贤这一些教训 统统记在心里 因为这个时候他智慧没有开 不需要讲解 讲他也未必能理解 只是教他背 教他背什么 那么到十三四岁 这智慧开了 懂事了 叫开讲 所以中国古时候没有中学 只有小学 只有太学 太学就仿佛现在讲的大学 太学里面呢 那就是讲解了 小时候所背的这些经文 要在太学里面做深入的研究探讨 讲解辩论 所以读书落 上太学 有许多老师 当然每一个学生 指导的老师 指导的学生呢 并不很多 十个八个 学生不会 你用现在讲的说 都是小班制 老师带着学生去旅游 游山玩水 走到哪个地方 讲到哪个地方 一面走着 一面就是研究探讨 不需要带书啊 参考书都不要啊 老师背过的 说到第几页 第几行 第几个字 大家都知道 都背得滚瓜烂熟吧 哪里还要带书啊 还要带什么参考书 都不必要啊 一面旅游啊 就一面讲解 因为 典籍里面 有很多关于历史地理 所以在旅游当中 真的是 读万眷书 行万里路啊 行万里路 就是考察了 成就 后得知 后得知是 无所不知 这是真实的学问 所以 他哪里会有 时间 去打妄想呢 这个叫真正的 学问 真实的智慧 这才能解决问题 所以 今天科技 虽然发达 我们在美国 遇到 许许多多 读博士学位的 我有一年 在旧金山 讲解 那时候 甘贵岁 居士告诉我 听众当中 百分之七十 是BOSS 他说 你在旧金山 开BOSS办了 这么多的 受过高等教育的 为什么还那么迷信 还走入这些邪教 这一点 我们要知道 他没有接受过 根本的教育 他所接受的 是现代科学知识 知识不是智慧 智慧 这就回过头来 我们中国故事后 这个 5 7 7 8 7 9 9